投報跟住家比較 我覺得住家就是 其實我一直以來,我覺得住家的投資就是拼 自產的增值 那個投報率其實都很大 投報率,親戶的投報率 就不用去算了 除非你是買到新入那些 18翻出那價錢 除非你買套房啦,你套房才去算投報率 除非真的是早期 那一種30萬左右買的 才會有投報率啊 現在的價錢不會有投報率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小宅產品會是未來主流 未來自助買房應注意的重點 我覺得 小宅產品是未來的主流嗎? 我倒不這麼認為 雖然說 以總價市場的觀念來講 小宅產品會是比較好賣 沒錯 可是我覺得第一個 我覺得在那個平均地權 通過之後 我覺得小宅產品反而 是一個 有點類似反轉的感覺 因為我說真的 青樸A18最精華的地段 幾乎都是小宅產品 對 那反而在青樸來說 你說豪宅林立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老街西沿岸 對啊 當然未來買房自助的話 應該說你的能力到哪裡 就到哪裡吧 當然你的能力只能買得起 小宅產品 那或許你是買佔錢的小宅 對啊 我覺得這也是不錯的 你可以去通勤 就是高鐵通勤 可是我真的不認為小宅產品 會是未來的主流 對啊 未來在自助買房要注意的重點 我覺得 我自己的 我是喜歡 我情願花多一點點的資金 去買一個好的面向 好的格局 好的樓層 對 那當然 你要買到這些 好的面向好的樓層 好的樓層的話 當然 你就要做功課 對啊 你要去 去四處打聽 可能他什麼時候開案 因為這種 比較優質的 算是 方位啊 各方面的 當然 通常第一天 在開案的時候 就會被搶 搶購一通 所以我說 有時候覺得 為什麼投資客 投資客他通常買到的東西都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他有做功課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自助客 不是說 等人家來提供你一些什麼產品 你真的要做一些功課 對啊 嗯 不做功課 就也要加入我們的LINE群 呵呵呵 這樣講應該沒錯吧 對 那路人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我怎麼看 消災 我 其實大家在群裡面看我的發言 我一直比較偏向說 我一直蠻阻止群友去買區外的房子 就是你如果真的有預算限制 你反而應該 因為說真的 你是小資主的話 你更怕資產的減損 那你要選的話 應該是選哪一種無可取代的地點 而不是 你看區外田那麼多 它隨時開一塊 就夾建 就蓋起來 這樣子 那與其讓我寧可選擇 就像我一開始說的 我寧可選擇 比較好格局面向 但是想辦法不要有車位 如果有總價的考量 想辦法不要有車位 那 反正車子 車子其實是富向的財富 那 也許 就是 也許車位跟人家租啊 什麼 其實你多貸款那些 來跟人家租車位 其實都還夠用 那 小宅會不會是未來主流 我覺得 現在既定的事實就是S8佔錢會有很多小債 包含18到22坪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攻擊 那 這個部分很多都是日韓客拿來想要出租 那 當然預算受限的話 是先求有一間房子 那 基本上 它會保值 但是 會不會上漲 是問號 這樣子 因為競爭對手太多 你很同樣格局 像亞新面後面同樣格局面向可能有300戶 到時候要賣 你隨便300戶的5%拿出來賣 你隨時都有十幾戶跟你競爭 你要賣 但是你如果找到一個好的格局面向 比如說你是一個邊間的兩房 還是一個雙面採光的兩房 那你要賣的時候 可能市場上可能整個區塊就只有兩三戶 那 自然你就會 因為它一方面採光好好住 會更保值 那 會不會是主流 我覺得 市場有它的需求在 但是我覺得主流就會像熊大剛剛說的 就是 兩房還是要抓在24到26坪 那三房還是要抓在 室內空間有20到21坪 是最小的程度 我覺得這才是 一直以來都是一個主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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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